秦水雷家常奏机构是提供失智长者日照还有安置 最近机构也特别在园区内打造了香草园 也将香草都融入到了日常生活跟课程当中 希望可以帮助失智长辈刺激感官 而独特的常奏课程也吸引了大学护理系 带领泰国的姐妹校西北大学护理系学生 一同来参访学习 在老师带领下学员们学习制作香草肉排汉堡 不过这可不是烹饪课 而是清水一家日照中心为失智长者所设计的香草手作课程 这天大业大学护理系特别带领泰国的姐妹校西北大学护理系学生 一起来参访学习 今天非常心有机会来参加这个怎么去做汉堡 然后感到非常非常兴奋 我认为我们的学生今天很开心 因为他觉得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学生可以透过一些很愉快的方式来做自己的餐点 而且他知道这些餐点事实上对怎么去做出来 可以怎么来去照顾老人家 可以再去使用这个餐点 所以过程中他们自己都觉得蛮有趣的 主要透过今天的活动让他去理解在我们台湾 特别是在我们永信这边 他如何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活动的设计 跟参与让老人能够更健康的一些生活 周星表示目前香草员平时除了带领食之长辈 一起浇灌照顾之外 也会把香草融入日常生活和饮食当中 除了制作香草肉排汉堡 也规划香烤普罗旺斯鼠块和香草风味醋等体验活动 希望能刺激失智长者的感官帮助他们延缓退化 长辈最熟悉的地瓜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香草薯块 然后一来是它是柚子蛋白质 二来是它可以就是利用香草 然后让它的风味更丰富 然后让长辈在比较退化的味觉上 可以增加一些刺激 其实这些配料跟一些汉堡的饼皮 其实都是有香草一些元素在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在这一次可以学到 体验到非常非常多 是台湾很有特色的一个原意的一些照顾的活动这样 难得的初体验也让这群泰国大学生直呼相当有趣 消防也表示目前泰国的一般长照都是在家里居多 很少有这种机构和体验 这一次前来取经学习可作为日后参考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